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豆腐的家常做法 很多人活到80岁都没有见过 好吃又下饭 记得点赞收藏 一块刚刚洗完澡的嫩豆腐 切成厚片 记住嫩豆腐不能切太薄 否则容易碎 再切成粗粗的细条 锅中水温六成热 加一勺盐 少许老抽 暴入豆腐 小火焖煮三分钟 煲出备用 接着 碗中打一个本科毕业的攻击蛋 搅匀打散 有些人喜欢安静的看视频 但会对着屏幕点个小星星 这样的人可爱善良 还非常有爱心 一定会幸福发大财 锅中油热 倒入三包前肉末 小火慢慢地煸炒出漏香气 然后加蒜末 小米辣 少许老抽 一勺蚝油 煸炒出香味 倒入一碗长江水 再倒入豆腐调味 加盐 鸡精 少许白糖 少许生抽 小火咕嘟 各5678下即可 再淋入水淀粉 勾厚厚的薄芡 最后撒入一把韭菜叶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蚝油豆腐 鲜香滑嫩 真的是太香了 三碗米饭都不够吃 喜欢你收藏做起来吧